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好意思 我找王永正 他演完 刚走赶飞机 他去哪里了 说是要出国待一段时间 谢谢啊 出来 你不是走了吗 董教授说你找我 你不赶飞机啊 改签了 那进去说吧 我说一句话就走 我还要跟张恩人吃饭 我为你这一句话 机票都改签 明天再跟他吃吧 那我跟他说一声 晚个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不够的 十五分钟不够的 好 没关系 我们已经在餐厅了 我们边吃边等你 好 拜拜 来 你看看你想吃什么 哥哥现在在上海 车子也有了 房子也有了 我们老家很多人都很羡慕你 你听我的 在上海满满如意 这一切你也会有 谢谢哥帮忙 既然我来了 我拼了命也要留下来的 你不用跟我客气 帮你是应该的 毕竟 之前对你有所亏欠嘛 以前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你点吧 是你点 你是喷了香水吗 哭泣的 我第一次因为一个女孩 没有敢上航班 所以我要送小哥给她 希望她以后不要再为 这种小事来找我了 对了 国际航班改线 真的很贵 在大海边 在山脚下 哪里有我美丽的姑娘 我整理好的形状 换上新的衣裳 几日出发 来到我心中的乌托巴 就一起来不来不来跳舞 回忆的孤独 我们我们不需要谁 来替我们做主 我知道你要的幸福 不是那种苦 我知道我们我们都是一起 一起散那笔 你先送我去机场 明天把车开去学校 把钥匙给历练 讲清楚吗 没问题 别 车技不错啊 我十八岁就开我妈的车了 你的道歉我接受 但张二任的道歉我不接受 还有劝你啊 宁可不结婚 也不要嫁给像她这种人 真的 历历说你劝谁都说不要结婚 我是说不要随便结婚 除非你和她的二十十小时加起来 大于四十八小时 不但能够增加彼此生命的广度 还能够减少彼此生命的磨损 但通常 你们两个的二十十小时加起来 远远低于四十八小时 那就是在浪费生命 王先生 恋爱结婚不是做表格 加分减分 是分数高是就胜出 说得没错 结婚是需要冲动 还有热情的 你去结婚吧 嫁给她吧 还有两分钟 一分半吧 你车技好是有加分的 就行了 我找我找你干什么 原来 cheese 我帮你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我找你去干什么 您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我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我自己干什么 我去干什么 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你去干什么 我有点 吃无料 吃了 饭取得很 甜 他家应该是 港式茶餐厅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来了 我来介绍一下 媛媛 请男孙 男孙你好 你好 太凉了 给你点热的吧 好呀 服务员 我要一个 养生萝卜牛腩宝 好 黑松露虾仁华蛋 高汤酸菜鲈鱼 再要一个今天的粒汤 好 您稍等 谢谢啊 我们吃过了的 我知道啊 不吃我要的 男孙一直就是这样 严大肚子强 没关系 一会儿吃不了我们打包 这地方找好了吗 就还没 安仁哥哥说 我是考虑到 女孩子一个人住在招待所 会不会不安全 那 所以我是想 看看要不最近 现在我那儿凑合凑合 等过两天找好了房子 再搬走了 合适吧 那你住我那里吧 那你住我那里吧 我就住她隔壁吧 我就住她隔壁 那当然好了 麻烦男孙姐姐了 没事 干吗 你拍电视剧啊 那凭什么老家来的 姑娘要住你家呀 那她是来打工的 还是来旅游的 她住家不走了怎么办 你在开车 那张爱人和那个什么圆圆 还是什么圈圈的呢 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 她现在跟我住